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唐欣 美国维吉尼亚州劳登郡一名男学生穿裙子 入女侧强奸女学生案件翻转 学奸就此事公开盗窃 校董事会成员辞职 保守派媒体每日连线10月11日最早发表对此事的深度调查报道 9月22日 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学区董事会会议上 一位女学生的父亲斯科特·史密斯当场指责学校试图掩盖 5月28日女儿在石桥中学被一个穿裙子的男生性侵一事 学奸斯科特·齐格勒否认学校存在性侵事件 随后 左翼女权活动人士杰基·施沃姆称 史密斯的女儿在被性侵一事上说谎 史密斯随后与她发生激烈争吵 最后被警察逮捕 戴上手铐强行脱离会场 当天现场逮捕了两名男家长 随后 史密斯被左派媒体描绘成一个精神错乱的右翼偏执狂 他表示 他们一家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者 他出席学校活动 是为了找出为什么孩子在学校不安全 史密斯说 那些性犯罪者正在利用学校的跨性别政策 作为自己进入女厕所的条件 劳登俊学区提出的8040号政策提案要求 该学区的学校应用学生选择的性别代词称呼他们 并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进入性别限制区域 这项提案引发家长愤怒 于6月参与学区董事会会议讨要说法 现场的一位母亲表示 这项政策在没有考虑到所有学生安全的情况下仓促表决 只是为了推进自由派的议程 但8040号提案仍于8月 在史密斯女儿被性侵事件曝光之后生效 史密斯因董事会上的行为被检方指控行为不检和拘捕 以后他便选择沉默 为10月14号的出庭日做准备 史密斯的律师说 不管那位性侵犯是变性人、双性恋或同性恋 也是利用男女同侧系统漏洞 他是一个性虐者 就在预定出庭日之前 史密斯听说那个穿裙子入女侧 称自己是流动性别的男学生 再次在另一所学校对另一位女学生犯案 并被逮捕 史密斯决定不能再保持沉默 劳登郡警长办公室10月7号发出的新闻稿中说 10月6号 一名来自阿什本的少年被指控犯有性侵犯罪 和在布罗德润高中绑架一名同学 10月6号下午的调查确定 这名15岁的嫌疑人强迫受害者进入一间空荡荡的教室 在那里 他违背他的意愿 将他抱在怀里 并不当触碰他 对史密斯女儿 又越在石桥中学遭遇的性侵案 劳登县警长办公室也证实说 当时校园内一确发生了一起性侵案 该案仍在调查中 劳登郡联邦检察官布塔比贝拉杰 本周接受华盛顿头条新闻采访时确认 袭吉史密斯的女儿 男学生后来转到附近的布罗德兰高中就读 再次对另一名女学生进行性骚扰而被捕 此事在社区和全美 引起轩然大波 劳登郡学间公立学校负责人 10月15号发表道歉声明 一名学校董事会成员也于15号辞职 学间齐格勒表示 他为6月公开否认校园无性侵案道歉 他当时发表评论时误解了这个问题 齐格勒还表示 我们为未能提供我们渴望提供的安全 欢迎和肯定的环境感到遗憾 他告诉受影响的学生和家庭 我们知道你们的痛苦 并与你们分担 我们将继续提供支持 帮助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度过这一个创伤 校董事会成员贝斯巴茨15号也宣布辞职 他说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也不是仓促做出的决定 经过深思熟虑 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巴茨多次与劳登郡家长 关注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 以及跨性别等类似话题的家长发生冲突 当地居民强烈要求罢免他 校董事会主席布伦达谢里丹表示 将在12月董事会会议上 确定人选顶替巴茨的空缺 维吉尼亚州家长组织 为学校而战的执行主任伊恩普赖尔 在15号的一份声明中说 社区应该知道 劳登郡公立学校和学校董事会的问题 远远不止一个学校董事会成员 我们将继续关注劳登郡公立学校 并将继续战斗 直到我们有一个由具备常识 非党派性的成员和一位对家长负责 并说真话的总监组成的学校董事会 左派控制的全国校董事会协会 曾以6月劳登郡校董事会混乱为由 称这是一种国内恐怖主义 要求司法部提供联邦执法 以应对全美各地 针对学校官员的暴力行为增加 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德兰 10月初下令 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以涉嫌国内恐怖主义 调查对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威胁行为 本文由大纪元记者林燕综合报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记得订阅点赞